分为上午场及下午场 而下午一点半才开始 不过12点就已经有民众拿着小椅子来排队 等着现场报名要做PCR 细子区在行政大楼前加开的筛检站 除了预约民众之外也接受现场挂号 每天的筛检量都大约有五六百人 细子筛检站从5月15号下午 就已经开始正式来接受民众的PCR这样子一个筛检 目前每天在三军总医院的网站上提供六百个预约的名额 现场如果说民众要是没有预约到的话 来到现场我们也是会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疫情持续高峰的情况下 许多民众反映说在我们细子区 这个快筛羊之后的PCR才减的量能非常不足 常常就有人动辄排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那甚至还有民众都到外线市去排队 那因此建议我们市政府要在我们细子 多增加一些PCR检测的量能 那这次也很感谢我们的三军总医院 这次愿意来协助我们细子区 之前细子国泰医院PCR采检爆量大牌长龙 为了提高筛检量呢 细子区找地方设置筛检站 后来选定了行政大楼前广场 由三军总医院提供服务 而现场医护人员使用电脑系统需要用到网路 所以台湾大宽屏观念下有线电视公司 也提供了一具网路 从星期日一直到5月16号 连续几天都600个名额都预约额满 开放现场括号的部分 更有民众是提早一个半小时来排队 好 来这边半千里 那你以前预约喔 没有 喔 没有 线上预约 有宴两条 刚今天才找到这里啊 预约这里啊 不然呢 不然礼拜五就宴到就找不到啊 公所报的来这里啊 是还蛮方便啦 蛮空旷的啦 我因为知道大家 大家都有啊 目前星期一跟星期二目前都是额满的喔 那那个 明天 那个目前网路山道还有预约 那那个 请大家可以就是说 试自己的那个时间喔 那尽量先做预约 那个 再来到现场 那个以避免排队 开放快篩阳性预约 不少民众时间一到就赶着来做PCR 上下午的时间一开放就出现排队人潮 不过也消耗得很快 民众说家开一站方便很多 家常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